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华盛顿号航母号称美国在太平洋上的看门犬 而首次出征朝鲜半岛的F22猛禽战机 在起飞半小时内就可以打击朝鲜的军事设施 一个小时内可以将整个朝鲜覆盖在其攻击范围内 美国出动这两大海空最大攻击力量 想要传达的信息就是 美国的攻击范围可以轻易越过朝鲜 而给东北亚其他国家造成威胁 因此这次韩美军演不仅引起平壤的猛烈抨击 更触动西太平洋战略神经 航母演习地点也一度包括 接近华北和辽东半岛的黄海海域 使北京 天津 青岛均在其战机的覆盖范围之内 引起中国在一个月内五次表达反对 有媒体解读指出 这次军演虽然不会直接挑战 有关国家的现实利益或国土安全 但是会给他们的未来安全带来巨大威胁 美国大规模投入此次军演 实际上是一种提前布局 即试探相关国家的海洋安全底线 也为相关国家未来强化海权之举 设置重重障碍 另外在这次韩美军演中 日本派遣海上自卫队的三四名官员 登上华盛顿号对演习进行观察 日本首次以观察员的形式参与韩美军演 标志着三国军事防卫合作等级的提高 凤红市综合报道 如今我们看到这次美韩联合军演 可以说是34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联合军演 那么外界的普遍就是说 美韩共同要对朝鲜施加的军事压力 在天安剑事件之后 您是怎么解读的呢 对 它表面的宣称的理由 就是要对朝鲜实行威慑力 就是说用强大的军事力量 和他们之间的团结 就美韩之间的团结 来表示对朝鲜这种遏制朝鲜 这种决心 就是这样子的 当然就是首先是对天安号事件 做出的反应 但是现在我觉得 这个反应模式太过激了 就是太大 就是说你美国和韩国 一直是在朝鲜半岛 有军事合作关系 美国在朝鲜半岛有驻军 所以各方面 你平常也有很多的军事演练 但是只不过是用这种方式 超大规模的 超长时间的这种演习的话 就是说我觉得是过激了 就跟着事情本身那种 那种反应的力度 有一点就是 有点夸张 就是我过去讲 就是说有点夸张 就是故意 好像是在利用这样的世界 那么就是在 当然 这个在这个地域上 又跟中国很近 所以呢 就是从中国的角度来讲 中国在朝鲜半岛 这事物上比较 立场比较 就是说独特的 有时候会被视为 是在朝鲜后面的 那么这样一个演习行动 是不是也是针对中国的 直接表面的理由 是针对朝鲜 但是间接的理由 肯定会做给中国看的 对中国心里也非常明白 所以从一开始的时候 就是从黄海 到现在的日本海这边 当时在一开始的时候 中国和美国之间 就有一种军事的较励 也就不是那实质上的较励 是一种意志的较励 后来在中国的五次抗议之下 美国就是后来就开始改变 它的演习的范围 也就是讲双方都在相互试探 对方的底线 荣荣的底线 首先是政治意志的底线 然后呢 就是大家在开始在军事上 在互相观察 看朝鲜会做什么 中国会做什么 然后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就是使得这样的形势 就比较复杂了 最后导致双方呢 在这个因为军演的问题 本来在天安号事件发生以后 双方就已经是 就是说以美韩为一方 然后中国和朝鲜这一方面 已经有很多的不信任感 已经产生了这样的一个情绪 那么再加上这样一个军事演习 大规模的军事演习的话 会导致这样的情况更加复杂化 您说表面上呢 这一次的军演呢 是传递对朝鲜的威慑信号 那么真正的目的呢 有什么样的军事目的呢 什么样是中国最担心的 我是认为呢 就是从首先我们看 美国为什么要把这样的军事演习 这么扩大化 这么大张旗鼓的搞这种军事演习 甚至是不惜代价的 把这航空母舰开过来 航空母舰战斗群 然后再出动了一些 比较先进的战斗机等等 这样为什么要做到这个 首先我觉得他在冷战结束以后 或者是二战结束以后 六十多年以来 美国在东亚地区 基本上是比较和平的 虽然有朝鲜半岛 这样一个对峙的局面 但基本上还是比较和平的 那么他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呢 就是前一段时间 特别是在和平情绪 在亚洲就是开始蔓延的时候 包括日本 他有一种和平主义思想 就是没有战争了 那么韩国其实也是一样的 那么没有 大家都没有觉得这种威胁 就冷战时期的威胁 在慢慢的消失 除了朝鲜之外 所以就是在日本和韩国之内部 都有一种和平情绪 就是说美国 在日本的驻军 在韩国驻军 是不是还有必要 所以就是他们 一直有一种反美的情绪 希望美国能够 他的驻军能够离开他们的国土 那么这样的情绪一下 美国当然非常着急 特别是就是说美韩过去的执政者 就政府 在这方面也是比较 就是呼应了老百姓的一些心声 包括在韩国 当时是这个鲁武炫总统 过去也是 他也是个人来讲的 他也是比较不太 就有一点反美的情绪 那鲁山首相上台以后 实际上也是在这方面 做的就更多了 不只是说要包括提出了 就是建立东亚共同体 那建立东亚共同体的话 就把美国排除在外 美国当然是不高兴 美日韩作为一家 然后美国又跟他们 有军事和同盟关系 在经济上又排斥他们参与 当然美国是非常着急的 当然后来鲁山下台以后 这个事情就没有 不了了之到现在为止 也没有放在这个正式的 这个议程上 特别是在美日之间的 军事同盟关系方面 美国是更为着急 鲁山提出来的时候 当时在竞选的时候 他也提出来 要把这个普天间基地 要移出这个本土之外 日本本土之外 当时当地的老百姓 都是支持的 但是美国是心里 是非常害怕的 可是后来就最后 跟美国重新谈判的时候 美国坚决不让步 美国不让步 就是因为他对鲁山 这样的一个对美的政策 就是说非常不高兴 所以导致最后 在美国没有办 就是拒绝让步的情况下 鲁山没有办法来履行 他对选民承诺的情况下 自己倒台了 这是美国所希望看到的结果 如果说美国 如果希望鲁山继续执政的话 他可以在普天间基地上 做出一些让步 然后使得政府比较稳定 那么现在就导致政府垮台以后 也就是说一个反美的 亲中的一个政府首相 下台以后 当然是美国是希望看到 所以现在看得出来 就是现任的首相 现任的首相基本上在这方面 就比较谨慎一点 不会做出太多的 就是说过于刺激美国的那种政治宣誓 所以在这一方 在这个情况下 美国当然是能够继续的 把美国和日本之间的同盟关系 能够加固一下 是他所希望做到的 那么在韩国这方面也是一样 韩国内部的一些反美情绪也是有的 希望美国能够退出它 或者是希望把美韩军事同盟的那种主导权 能够拿回来 不能继续让美国所操控 但是呢 就是现在就正好发生天安剑事件以后呢 就美国正好要渲染朝鲜北部的 就是现在朝鲜平壤这边的军事压力 军事威胁 所以用这种方式来告诉日本或者韩国的人民 现在的威胁 对他们产生的军事威胁还继续存在 美国和韩国 美国和日本的军事同盟关系 还是非常必要的 然后显示这样的一个军事的强力 让他们感到安心 只要美国在这个地方 只要美国在东亚地区继续存在下去 你们的安全就没有威胁 他们所想要达到这个目的是非常大的 是战略上的目的 所以任何一个军事行动 包括军演本身 他想要达到的目的 不只是限于军事方面 他还是一个为了政治目的服务 这样的政治目的 也就是说他的战略目的 就是要达到这样的结果 这样的结果就是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军事存在 主导安全格局的这种主导权 还是掌握在美国手上 可以看出美国在这个地区的一个国际战略 那么在东亚地区 这些国家对于这次军演又有什么样的看法 那么会对这些国家 包括中国 日本韩国又有什么样的影响 当然中国可能就是一方面 他承认这样的一个现实 也就是美国日本 美国韩国之间都有这种同盟关系 过去他们也一直在搞军事演习 中国也并非提出 没有像这次一样提出那么强烈的 或者多次提出一些反对的意见 但是这次 唯独这次是例外的 就是因为美国是在 也知道中国非常清楚 美国是要利用这样天安剑事件 要达到他的战略目的 特别是战略上来包围 或者是扣 这个也遏制中国的目的 所以呢